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聽到他們這麼有氣勢的口號 就知道小學校制通識大賽新一輯又開始了 大家好,我是Patrick Sir 大家好,我是Karen,王凱琳 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 歡迎你,Karen 不如我問你一條問題,先熱一下吧 好,儘管放馬過來 一年裡有七個月是31日 有四個月是30日 有多少個月是28日呢 就是12個月 雖然你問得很認真 不過也騙不了我 這一題其實就是IQ題 證明你腦筋都轉得多快 作為主持,轉數快當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就是做足準備功夫 因為能夠入圍的27間學校一點都不簡單 沒錯,他們將會在這裡爭奪冠亞貴君的樹榮 今天進行的就是第一場初賽 一共有四個回合 包括有必答題、動作題、看片題和搶答題 你剛剛提到動作題 好像我們還有一位主持 Hello,大家好,我是Danny 薯若鋒 是這次動作題的主持 Danny 為何躲在觀眾席那裡 我和一班啦啦隊 想定口號轉頭為參賽同學打氣 事不宜遲 立即介紹今天參賽的三家學校 首先就是六組 藍田巡導衛里小學 藍田巡導衛里小學 接著就是紅組 英華小學 最後就是藍組 道教青蟲小學 道教青蟲小學 道教青蟲,志氣如紅 勇奪甲標,白面外服 三家學校都很有氣勢 我們馬上開始第一個回合 必答題 知識要發答,題題都要答 藍組、紅組、綠組、三組會順序作答 每組有底分100分 限時90秒,回答12條題目 答對加20分 答錯或棄權不扣分 限時內答對全部題目 額外加30分 好,藍組準備好了嗎?開始 請說出母親的母字有多少筆畫 六 錯,正確答是五畫 正確,甲同學面向東方 然後向左轉90度 他現在面向什麼方向? 正確,how many times does the letter S appear in the word grasshopper? 2 正確 香口膠的普通話是什麼? 口香糖 正確 一隻價值300元的手錶 在九折之後是多少錢呢? 270元 正確,請看螢光幕 以下哪個是成語 貪妝枉法的正確寫法呢? C 正確 350的五分之一是多少? 70 正確 以下哪個短語動詞 phrasal verb 有尋找的意思 look for 還是look into look for 正確 將計的C 風橋夜駁 沽騷城外韓山字的下一句是什麼? pass 夜半鐘聲渡客船 請說出49和56的最大功因數HCF 7 正確 學校的學字是什麼部首? 子 正確 西方,然後向左轉90度 他現在面向什麼方向? 南方 正確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letter O appear in the word mosquito? Two times 正確 遮理的普通話是什麼? 過度 正確 這對價值500元的鞋子 7折之後是多少錢呢? 350元 正確 請看螢光幕 以下哪個是成語偉疾的E的正確寫法呢? A 正確 五百六鼠的七分之一是多少? 八鼠 正確 以下哪個短語動詞 phrasal verb 有放棄的意思 give away 還是give up give up 正確 李白的C,鄭汪倫 桃花、譚水、深千尺的下一句是什麼? 不及汪倫送我情 正確 請說出44和99的最大功因素HCF 11 正確 學校的學字是什麼部首? 子字部 正確 好,十二條問題全問了 剛才兩間學校的部首題重複了 但由於這個回合的比賽 每間學校是獨立進行 所以同學時辰不知道答案 我們看看紅組的成績 他們答對十一條,有320分 接下來是六組 請說出免費的免字,有多少筆話? 六 錯,正確是七環 Please spell the past tense of the verb know K-N-O-W-N 錯,正確答案是K-N-E-W 夾同學面向南方,然後向左轉90度 他現在面向什麼方向? 東 正確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letter O appear in the word cockroach? 正確答案是twice 雪糕的普通話是什麼? 冰尺鏈 正確 一件價值400元的雪山 八字之後是多少錢呢? 320 正確 請看螢光網 以下哪個是成語不屈不撓的正確寫法? C 錯,正確答案是A 480的八分之一是多少? 6C 正確 以下哪個短語動詞Phrasal verb有支援的意思? Back up還是Back down? Back up 正確 幾百的C 望廬山瀑布 飛樓直下3000呎的下一句是什麼? 二四銀河六九天 正確 請說出36從48的最大功因素HCF 12 正確,時間夠了 六組答對七題有240分 經過第一回合之後,看看各隊的分數 六組藍田巡道衛里小學有240分 紅組英華小學有320分 藍組道教青蟲小學有300分 暫時領先的是紅組英華小學 立即進入第二個回合 激發潛能題 Patrick Sir,你家裡多不多沒用的東西嗎? 沒用的東西?你不是說我吧 當然不是,被你激死了 其實我想告訴你 有很多我們以為沒用的垃圾 只要花點心思 都可以將它們變成有用的寶物 沒錯,我們另一位主持小喬 將會帶大家看看 究竟怎樣才可以將公園裡 跌到一地都是的樹葉廢物利用 去片 無論是郊外還是公園 每天都會收集到很多枯枝和枯葉 究竟這是垃圾還是寶? 就要看你怎樣處理 這些枯枝枯葉 經過三至四個月的有機堆肥 就可以變成可以種瓜種菜的肥料 究竟怎樣做呢? 首先將這些又粗又長的枯枝枯葉 放在這部水務機上 這樣就可以容易分解了 做有機堆肥的話 除了剛剛的枯枝枯葉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加? 還有如果真的要加,又要加多少呢? 其實我們做堆肥 最主要是依靠微生物去幫忙 而我們也知道 微生物要在一個 大概二十五比一的 碳和淡的比例的環境下 才運作得最好 所以我們除了要剛才的枯枝枯葉之外 其實我們農場也要加些動物的排泄 去做到這個比例 枯枝枯葉和動物的分別 怎樣可以變成肥料呢? 其實微生物需要有水、有食物 食物就是枯枝枯葉和動物的肥料 還有另外還有氧氣 這三樣東西 其實它們自然會慢慢 將枯枝枯葉分解 整個堆肥的過程 它會釋出一些高溫 最高可以攝氏70度 可以將一些對人體有害的細菌殺死 最主要是三門視菌和大腸管菌 整個堆肥的過程 大概需要三至四個月 誰知道它會不錯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溫度 如果溫度液到三十多度 其實這個堆肥已經是附屬 現在就開始搶答題 第一題是 有機堆肥過程中 最適合微生物生長的炭淡比是多少? 紅組 25比1 正確 編段中提及到 有機堆肥過程中的高溫 足以殺死哪兩種細菌? 紅組 三門視菌和大腸管菌 正確 第三題是思考題 題目是 有機堆肥的過程中 會出現高達攝氏70度的溫度 是甚麼原因呢? A. 陽光令裡面的水分變成水蒸氣 產生高溫 B. 微生物呼吸產生熱力 C. 空氣中的淡和動物糞便的蛋白質 發生化學作用 你們有一分鐘的時間作答 好,時間夠了 我們來看看三組的答案 六組,你先說一下 為甚麼你會選C? 我學過產生化學作用 才會令動物糞便和膚脂膚炎變成肥料 紅組,你選了C 原因是甚麼? 它的蛋 某些原子和蛋白質的原子發生碰撞 就會產生熱力 不僅是化學作用 有些物理的作用 好,藍組,你們選了B 原因是甚麼呢? 那些堆肥裡面有很多微生物 所以我們覺得可能是因為 微生物呼吸而產生熱力 令它有這麼高溫 三組都有你們的理據 我們來看看答案 正確答案是B 微生物呼吸產生熱力 原因是因為我們呼吸 都會產生能量和體溫 而這種專門負責分解有機肺料的微生物 跟我們人類一樣 呼吸的時候都會產生溫度 我們看看每組現在的分數是怎樣 綠組,藍田巡導衛里小學 是有340分 紅組,英華小學是有450分 藍組,道教青松小學是有380分 換言之,暫時領先的仍然是英華小學 下一回合將會非常關鍵 因為將會決定究竟哪一間學校 可以順利出線 那馬上開始 最後一個回合,搶答題 限時之內搶答題目 按燈之後,等主持人叫了組名 才可以作答 在5秒之內,如果不答 就會當作棄權 答對一題有30分 答錯或者棄權,導扣20分 準備好,開始 地球唯一的天然衛星是哪一個星體 紅組 月球 正確 南韓國會在2016年12月 通過彈劾哪一位總統的議案 藍組 托錦衛 正確 將德國劃分為東德及西德的柏林圍場 在哪一年倒下 藍組 1989年 正確 世界遺產之一的吳哥芙,位於哪個國家 藍組 柬埔寨 正確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被日本佔領了多久 紅組 308個月 正確 一般網址裡面 www是哪三個英文字的宿舍 紅組 World Wide Web 正確 請看螢光幕 這幅畫是誰的作品 藍組 凡刀 正確 哪個國家在2016年6月舉行公投 決定是不是 六組 英國 正確,我的問題是 哪個國家在2016年6月舉行公投 決定是否脫離歐盟 正確答案是英國的 根據國際排球規則 一隊排球隊在一場比賽中 要勝出多少局才可以贏得那場比賽 藍組 三個 正確 正確 在2016年10月 港鐵觀塘線由原本在油麻地站 延伸至何文田 紅組 黃埔 正確 我的題目是問 2016年10月 港鐵觀塘線由原本的油麻地站 延伸至何文田和哪個車站 正確答案是黃埔 在人體血液中 哪一種血細胞是佔最多 藍組 血漿 錯,正確答案是紅血球 1839年 哪一個在府門燒毀超過1000噸鴉片 紅組 林則徐 正確 哪一個國家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境內 紅組 凡帝公 正確 中國哪位思想家主張無謂而無不為的思想 綠組 孔子 錯,正確答案是老子 請看螢光幕 根據槓桿原理哪一道是裝置的支點 紅組 B 正確 2020年的奧林帕克運動會 藍組 東京 正確 我有問題是問2020年的奧林帕克運動會 由哪一個城市主辦 答案是東京 儒家經典的四書是指孟子、大學、中庸和什麼 藍組 論語 正確 偉小寶是金融哪一部小說 紅組 綠鼎 正確 我的問題是偉小寶是金融哪一部小說的主角 正確答是綠鼎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哪一年發生 藍組 1914年 正確 美國太空總署第一手正式投入使用的穿梭機叫什麼名 藍組 哥倫比亞號 正確 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裡面的一帶是指什麼 紅組 綠上絲綢之路經濟大 我也知道 錯 正確答案是絲綢之路經濟大 是 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在美國 時間夠了 好了 作出一些糾正 剛才我們問了一條問題 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裡面 一帶是指什麼 紅組英華小學就答 綠上絲綢之路經濟大 是正確的 可以加回50分 好了 經過一輪激鬥之後 我們看看大家的表現 綠組 藍田巡導衛利小學的總分是350分 紅組 英華小學的總分是720分 藍組 道教青蟲小學的總分是630分 會言之能夠順利盡新福賽的隊伍是 紅組 英華小學 我們很榮幸請到小學校制通式大賽2017 副主任委員莊藝強先生 竟然跟上來有八場初賽 然後還有複賽決賽 Dennis,你耐住吧 你體諒一下她 她的動作體環節 特別是重量的 緊張刺激架 下星期將會進行第二場初賽 下集見 下集見 下集見